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廖 24岁来自贵州学生 女嘉宾小谢 23岁来自贵州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这个怎么认识的 我俩之前就在网上认识了 然后后来回家的时候 有一次出去玩 他发现我也正好在那儿喝酒 他就来找我玩 不是 你们在哪儿喝酒啊 在老家 酒吧 你在酒吧喝酒 他去了酒吧 酒吧偶遇 对 然后就好了 没有 然后他就等我们回来天津以后 就追我嘛 老乡 在天津读书 是这个意思吧 对 那我明白了 小片里面有很重要的信息 要当飞行员了 对 好啊 去啊 但是他现在不放心我嘛 他说咱们一地 他说我现在就 总和女孩关系挺好 他不放心我 你喜欢飞吗 对 这是我从小的梦想 那就飞呗 但是就因为这个时候 现在天天和他吵架 干嘛呀 他又是去当飞行员了 然后我要考研 然后我考研究生以后 我俩肯定就一地了 我觉得一地以后 他肯定不行 就是现在 我们俩天天他在一块 他都好多这种花花肠子 那等到一了地以后 我还怎么好好学习 就天天想着他和这个女孩聊天 和那个女孩出去玩 不是 他现在怎么个花花肠子呢 小片里面好像我记得 听到一耳朵说 在我眼皮子底下都是你说的吧 对 他在眼皮子底下都干了哪些事 就一开始 反正我俩在一块的时候 就觉得都挺好的嘛 他对我也很体贴 结果后来在一块几个月以后 发现他对所有女孩都这样 给人拿快递 送人回家请人吃饭 然后在八月多份时候 我俩在家的时候 他还和女孩出去喝酒 喝到半夜 那天我还在生他的气 生他的气 他大概下午七八点 去和那俩女孩三睡喝酒 喝到差不多凌晨一点 他想起来我生气了 然后过来我家楼下说 你下来呗 那我那么生气 我不可能说我就下去 我就说我不下去 您知道吗 他走了 他走了 而且您知道他走去干嘛吗 跟女孩接着喝酒 没有 他去送人女孩回家去了 那不是差不多一个意思吗 这都散了 还专门跑回去送人回家 这些事你是怎么知道的那姑娘 看到手机 真的 是 你没干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是吧 那我就不知道了 没有了 假期的时候嘛 我们是以前高中的同学 假期约了帅一块喝 而且之前有男生 只不过提前回家了而已 然后最后就剩我们三个 就因为这个理由 你就不让他去飞吗 不是 还有很多很多的提前 还有呢 他一群人可好了 他好多好多前女友 和人家那关系还都特别好 怎么个特别好 其实分到以后也没怎么说过话 但是微信怎么还在 真的没说过话没联系吗 你借钱给人那事你说一下 说吧 那不说也不行啊 你到这儿了 你完全是那个 这就属于那个带着证据来的 你知道吗 你借钱那事你说一下 他其实把他翻译过来说 你把借钱给你前女友那件事的 前因后果详详细细地说一遍 这事已经不用说 我们知道他把钱借给前女友了嘛 你就详详细细地说一遍吧 就有一天我刷朋友圈嘛 然后看他发他差一点钱买东西 然后我想着正好刚发生活费嘛 就转给他了 就也没说什么别的 就当成一个正常朋友了 就他发了个朋友圈 说我缺钱买东西 差点钱 你就把钱转了 对 没有当前女友了 就正常朋友嘛 我差点钱买东西说 咋不给我转钱呢 就给人转 咋子天天在一块 怎么没钱 那那天我在一块给他转钱 不是 这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发一条手机 哎 手机 就没有三 聊天记录的习惯就 哦 倒是谈的 你没钱你跟他说他给吗 我不会跟他说我没钱 人家也没跟他说 人家就发条朋友圈说 我最近缺点钱 怕给人把钱转过去了 我一天暗示你那么多遍 不见你给我转点钱 不是 我的意思 你不是喜欢看他的记录吗 他在这记录里面 除了他前女友说缺点钱之外 还有其他朋友说吗 好像没有 没有人找到这个 其实要是有科学性的话 应该看看其他人这么说 他转不转 你像我们要这么说 你转吗 应该不会吧 好好好 你像左老师那样的美女 要是说你转吗 转 你看 倒是谈的 所以这就是女孩担心的地方 对吧 可是你喜欢的 不就这么一个男生吗 就是我俩每次一吵架 因为这件事情吵架 他就还是挺体贴的 而且就认错认得非常非常好 特别虚心地认错 但是坚决不改 他这个坚决不改 就是他喜欢跟异性在一起 交往还是胡来 喜欢和异性交往 而且我觉得他想找备胎 他为什么想找备胎呢 就是平时我们俩一块出去 比如说吃饭 到处玩一玩 拍点照 然后他发朋友圈 然后那天我发那朋友圈一看 点看那个屏蔽了谁 有他前女友 然后再往前发我俩合照 再点开看一看屏蔽了谁 就没屏蔽谁 就是只有我和我的朋友能看见 别人都看不见 就我俩刚在一块没多久 就因为平常可能比较 内向比较害羞嘛 那我就只想让关系 比较好多人看见 就也没什么别的意思 那上月九月七号 你屏蔽你前女友是为啥 九月七号屏蔽了前女友 是为啥 这都带着时间的 就差地点了 来 人物也有了 为啥 这个是我错了 你干了什么 就和她 发合她的 然后把前女友给屏蔽了 发跟她的合影 把前女友给屏蔽了 屏蔽的目的是什么呀 就分手的时候 答应她 然后以后秀恩爱的时候 把她屏蔽了 你直接删了不行啊 现在前女友的都删了吗 都删了 全删了 都删了啊 行 那你们俩处着这有啥意思啊 你天天不就处在一个 抓特务的阶段吗 今天特务干了这个 明天特务干了那个 你把特务弄出来枪毙了不就得了吗 你还是留在看着她吗 不能 所以她的心都不在你这儿 你看着有用吗 你心在她这儿吗 我当然在她 而且就是我喜欢看演唱会 今年有一次 我去一个地方看演唱会 她就非得和我一块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挺好吗 但是以前我去 她都不和我去 我今天要去的那个地方 她就一定要和我一块去 我也不知道为啥 为啥 我说不让她去她还生气 后来我一打听 她前女友在那儿读大学 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没有 就真的只是想和她 看一场演唱会 她也没和我看呀 就我自己看的 我和我朋友看的 她也没和我看 那她去了吗 去了 她和她前女友见面了呗 见面了吗 见面 你打着以陪现女友 看演唱会的名义 和前女友见面去了 是这意思吗 没有 我去那儿以后 她看见我在那儿 她就约我吃个饭 她怎么能看见你在那儿呢 我发朋友圈在那儿 不是说要屏蔽吗 她只屏蔽我 这个你们俩好了多久了 快一年了 飞行员这个 可能以前感觉确实没什么 但是现在她说了以后 我都有改 改还改成这样啊 你知道这个 我们有一个特别形象的 这个比喻吗 就两个人之间是什么 你觉得我们俩有关系吗 没有 你觉得她跟陆琪老师 有关系吗 没有 没有是吧 我真的觉得 她跟陆琪老师有关系 他们俩就真的有关系了 如果我是她的男朋友的话 因为我心里不舒服了 这好像女孩 对你现在的状态是一样的 也许你说我没有 我没有处理不当 但是在女孩的心里 你看刚才都要哭了嘛 对吧 女生说 我就想着就是那样的 是不是这意思 所以你说不清楚 所以在意 另一半的感受这件事 特别重要 那现在两个人就僵在这儿了 那你愿意为她 放弃飞行梦吗 这个毕竟是我从小的梦想吧 可以说的是 然后高考的时候 政策还没改就差一点 现在政策改了我就过了 然后就还是特别想去 等于现在在读大学 对 现在在读大学 从大学里招的 对 大学 真的不容易 选一个 飞行还是她 我觉得我都放不下 这必须得选啊 其实我也不是说 她非得放弃 你别说人让人选 我愿意放弃飞行 真的假的 真的 真放啊 放 就为她放是吧 放 你接受吗 你敢接受吗 不敢 有害怕 所以这是我们经常看到 一种情感关系的模式 就是我总拿一件事来说 说完之后 我用另外一个事 我一定要你做个抉择 其实当你理智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逼对方做那个抉择 完全是没有意义的 他按你的想法做了 你会背上一个包袱 他没有按你的想法做 你会更难受 不如就解决 当下这段情感当中 出现的那些问题和麻烦 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文件 小廖啊 我一开始啊 以为你是一个 你答案 你不让他去当飞行员 他去了别的地方工作 你担心的那些事情 如果有就还是有 如果没有就是没有 你懂吗 并不在乎说 他到底是在天上 还是在地下 而是他这个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 其实你心里最明白了 所以你要做的决定就是 要不要继续跟他 享受当下 这种爱情带给你的幸福和快乐 还是快刀斩乱麻的决定 放彼此一个未来 好吧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紫妍老师 来 像这样的男生 不只是中央空调 它更像是叫习惯性的暖男 习惯性的暖男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你出现暖你 明天他出现暖他 就他以前和前女友谈恋爱的时候 和现在跟你谈恋爱的时候 我相信不会有太大程度的差别 是对人是一样好的 那你变成他前女友的时候 你要发个朋友圈说缺钱 他也会见你钱 他就是习惯性的暖嘛 你一开始就提出说 你为了我 你不要去当飞行员 这件事情 这一听就知道是气话 就没有人会把它当真 他都不会把这事当真 为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去阻止一个人成长 那姑娘 其实你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于你的安全感的缺失 但是一个人的安全感 一定不来自于另一个人 你要来自于另一个人 给你安全感 哪怕你来自爹妈 给你安全感都不靠谱 安全感来自于什么地方 安全感来自于 我完全可以离开你 离开你会伤心 我会痛苦 但我不会停止自己的脚步 来自于这一地方 来自于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对吗 所有的事情都是考验 所有的事情也都不是考验 当你们真的说 这个爱情是足以支撑一辈子的时候 异地算什么考验 当异地变成一个巨大的考验 或者说前女友啊 别的女生啊 是一个 那未来还有空姐嘛 是吧 都变成一个巨大考验的时候 那本来就不足以让你们变成一辈子嘛 所以看清楚自己的心 看清楚自己的道路 不要总盯着别人的道路 你没有任何资格去阻止别人的道路 你只能走好自己的路 就这样 好 谢谢陆切老师 来 刘娜老师 飞行员 这个职业将会是一个 有更多空白时间的一个职业 因为你只要在天上的时候 你的手机都是一定关机的 意义截然不同 对于女人来说 婚姻的意义在于 找到一个家 但是对于男人来说 是失去自由 的确 在生活当中有一类男生 就是像他这样 不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性 你们俩认识的时候在酒吧 那就是一个可能性 他就抓住了 于是今天你成了他的女朋友 但是他也不会在跟你交往的同时 放弃其他的可能性 这是眼 是一种习惯 我说一个让你绝望的事实 做这么些年情感节目 和身边周围的人 我发现那些 不放弃任何可能性的这种男人 基本上不会改变 我不说他有多坏 这就是他性格当中的东西 给每一个异性打开可能性 你说他真正要做什么吗 他未必做得出来 但他就不愿意放弃这种可能性 这就有点像网虫 就是只要见到网页上有下发现的地方 他都忍不住要去点一下 只要见到女人 就忍不住要说一句话 要撩一下 上瘾 是有这种男人 而且基本上不会改变 那你说浪子总有回头的时候 但其实他不是浪子 但他就是不放弃可能性 那你说这样的人会结婚吗 会结婚 我有好几个同事 这个女生就找的是这样的男人 她们每天在网上就找陌生的女性 她会去聊 她真干什么吗 不干什么 她就不聊 她就不舒服 你知道吗 但是你是不是那个 可以驾驭这种男人的女人 在我看来不是 你没那样的智商 也没有有效的管理方式 其实女生长得非常可爱 所以其实你应该找一个 不是说你能驾驭的 而是跟你的价值观和情感边界 类似的男人 否则的话 你看你今天插着个腰 说她的这些个事 我觉得你并不痛苦 我只是觉得你有点烦 所以其实在这段情感当中 我也不认为你付出了多少 如果一旦分手 你也未必会有多伤心 所以差不多也就算了 让她去飞吧 你只是她生命中的一个可能性 还有好多可能性 后来我讲了一下 为什么你女生原来这么好 其实不是因为你帅 也不是因为你暖 而是因为她看上去 一副无公害的样子 女生都会放下防备 然后呢 跟她之间的关系 不会搞得那么紧张 所以你可以接近到女生身边 到这一点吗 可以 行了 你们自己来吧 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我也是真的很想 和你好好在一起 你看我这么大一个 天天被你熏的 我也愿意改 你说什么我都愿意改 那些不喜欢的事 你一说了我也可以马上改 就不希望每天人你生气 也想和你好好在一块 就舍不得你啊 看我干嘛 我考虑一下 你说了那么多 但是你从来都没有改过呀 说了你那么多次 我都会改的 你说了我都会改 你说你会改 你真的 但是你没有改呀 我会改 相信我 小儿小 请亮灯 好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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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谢谢大家 来 来 来 我们见证 属于这对年轻人的烂麦时刻 各位请见证 谢谢大家 请亮灯 你发现没有啊 我们都发现了啊 今天你这头发的这个 是垫的是吧 我说男生啊 就是你是所有在这个现场里面 撒花瓣之后 桃花朵朵最多的一个男生 你知道吗 就跟这头发一样 也跟性格 有点关系啊 女生我刚才就 你们在那个时候 我跟老师们还在交流 男生啊 喜欢征服 其实在动物界 有些雌性是要征服的 女生为什么今天还会回来 我觉得就是 你不是不好搞定吗 我非要把你搞定了 有些女人就是这个心 其实有的时候 何必拿自己那么好的青春 去跟自己较这个劲呢 希望你们 都警钟长鸣吧 好好对对方 谢谢你们的分享 秦辉 秦辉 谢谢 谢谢 再爱你 全是你